近日,李晨和范冰冰公开恋情,与前任张星玉撕破脸等新闻霸占各大媒体娱乐版面的头条 几位主人公协同关键词也纷纷霸占微博热搜,热度居高不下 然而,模特张雨希却抹名登上微博热搜榜首,引人一斗 张雨希让网友熟知的就是国民老公王思聪的前任 此次登上热搜到底是为何呢?网友细细围观后发现,竟然是名字引发的闹剧 娱乐圈撞脸撞山撞名字早已是不多见的新闻了 昵称为其身乌乌然的网友在微博发声,写道 像我这种脸盲,畸心又差的人基本就告别八卦了 到现在还对张星玉,张雨希,张雨琪,张雨昕,张新意,张一星 这些人傻傻分不清楚 该微博登出后,立刻引来不少网友的围观和调侃 有写道,原来我不是一个人,张星玉这次终于脱颖而出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,我还是记不住他的脸 还有补充写道,不错不错,还有张韩玉,张绍涵,张韩运,张一星 夜市里的闲门中心,上海报道